1939年,由北京夏连居居士广祭寺献明老和尚 与静更斋居士等,在北京广祭寺共同创建了静宗学会 并将大世至菩萨圣诞定为成立日 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佛教大众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指导下 开展佛教学修活动 静宗学会以礼明、信身、愿窃、行砖、公唇、夜静、妄霄、真显 与持戒念佛看经论,查过去习物字期为修学准则 研修佛教义理、发扬大乘佛法 凸显净土法门、信愿为本、行解相资、理事圆融、重在实修的原则 学会成立初期,分别在北京广祭寺、贤良寺、念花寺、吉乐安等处 每年起见佛妻道场数次,并离请大德高僧讲经说法 1944年 静宗学会与吉乐安举办讲习班 之后,在念花寺也曾开讲《无量寿经》全部 夏连居居士也曾与广祭寺宣讲《阿弥陀经》 五十年代以后,静宗学会每年分别在冒儿胡同与砖卡胡同进行小型法会 七十年代后,由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北京居士临讲师、黄念祖居士负责引导学修 一九九二年,黄老生息后 引夏连居居士故居变迁 学修活动移至香山地区,坚持十年 此后,城海内外从修及各方大德观新三宝加持 于二零零九年二月,在香港正式注册静宗学会 继续开展各种学修活动 回顾静宗学会走过的七十年的历程 在海内外佛教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静宗学会同修,遵循先贤遗愿 以弘扬净土为致愿 近十几年来,除不定期举办学修活动之外 同时,陆续印行各种净土学修课本及内部资料多种 为使广大信众能够树立正知正见坚定信愿 静宗学会在有关领导、珠山长老、奇素大德、学者专家、垂教护持之下 发愿在静宗以及佛教的理论修学上 树正见同正法 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而发挥积极作用 夏连居 公元1884年3月20日生于新疆渔田 晚年玉居北京 1965年12月14日无极寿终 享年82岁 清末曾任直立之州、江苏知府、山东团练副大臣等职 辛亥革命被公推为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 宣告山东独立 民国改元被聘为山东都督府最高顾问 兼秘书长、参谋长等职 此后又历任多种军政职务 1921年辞职 以后主要倾经于文化、宗教事业 至于在佛法方面 则追踪古德、续佛光明 得封广辈、大众同亲 号为南美北下、正如恒泰为众阳之 盖有若观学儒 广言承诸陆王之学 辅壮学佛 受借于安静宗说 聚彻之惠明老法师 广参内典、深游佛海 从险入密、涉禅归境 原解原修、荣通无碍 以丑年 因山东军阀张宗昌加害 必居日本 备受朝野尊重 各宗其宿 无不亲物 轻谈心要 贤俊之事 多来问学 甚至公职弟子之礼 终身不渝 归国后 眼观金门 汇集无量寿经 世卫此经 汇成完善之本 以满千贤 两千余年 未尝之愿 乃谢绝宾客 明心孤义 三年不下楼 岛经数议 方庆告成 浮海同心 称为善本 九一八后 碑戏节将临 乃来经红法 因广祭祀方丈 献明老和尚之请 宣讲阿弥陀经 献老与经中 各四之方丈 均搭一列作 为影响众 联翁老人 在经大红敬宗 广遇英才 数十年如一日 占法义者 不可胜数 当代遵俗 地贤 惠明 省元 朱大长老 对其 君慎 推重 一九四六年 红白教 大德 贡嘎 活佛曰 此间 勘任 金刚 阿奢黎 位者 为下宫 一人 而已 新中国 成立以后 宗门 其宿 虚云老法师 赞其曰 不意为 北方 能会晤 如是之 大善 之事 一九六五年冬 稍赶不适 夜间 于念佛声中 安详 稀释 联翁老人 于佛教方面 一注尚有 阿弥陀经 绘本 敬修 节药 宝王 三妹 颤 静余 等 均在海内外 广泛流通 并收入新印 大藏经中 2015年10月17日 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团结报 据国家档案馆资料 刊登了标题为 书画大家夏连居抗日的文章 详细介组 详细介绍 详细介绍了夏连居从辛亥革命到敌尾时期 积极救国 积极救国并参与抗日活动的历史事实 七七事变后 日方曾不断托人 敦劝其参加伪政权 并先后提出 让其任职山东省长 教育督办的 军备夏连居予以拒绝 在此期间 夏连居反而将自己家 作为共产党的高级联络点 掩护共产党 继进玉军区 派往北京与日伪作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 原中央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顾问毛定源 河南省政府参事李少白等 都曾先后住过夏府并受到掩护 1941年后 夏府就已经成为中共北京的高级情报联络点 1945年4月初八 针对日伟在北海永安店 为日军做所谓的五蕴长久之祈祷 夏连居立刻发起各界 与北海团成举建联合祈祷西斋法会 为众生祈福 当时万人随喜 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后 夏连居任西城区政协委员 受全国政协文史委特邀 专门撰写了《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前后纪》 并将自己一生遵一劫时所收藏之历史珍贵文物三百余件 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山东博物馆和运城县 在经历了清朝末年 辛亥革命 民国军阀混战 及抗战时期等半个世纪 风起云涌的历史变迁后 夏连居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一心拥护社会主义 黄念族老居士 法号龙尊 一号心士 别号老念 不退翁 一九一三年 生于佛教世家 又早孤 常随侍其母梅太夫人听经文法 并与其旧父梅光熙老居士处 闻习熏陶 知相佛圣 青年时代 初读佛典为金刚经 于无助生心之巨 深感奇妙 如醍醐灌顶 受大震动 而引发 以凡夫心 欲真此境 唯有念佛 或持咒之念 从此对佛法 升起大崇敬心 一九三六年 就职开鸾煤矿期间 于梦中密家 不可得而出雾 抗战时期 于国难之中 学佛一家经成 曾归依当代禅宗大德 虚云老和尚 于密宗 归依洪教大德 诺纳祖师 笛传弟子 莲花正爵 王上师 及白教大德 贡嘎上师 后于1959年 受王上师 一波及遗嘱 继承 莲花经社 金刚 阿奢黎位 抗战胜利后 于1945年 调职返京 由梅光西老居士 和肖龙有老先生 引荐 拜业 禅敬大德 夏连居老居士 深蒙蒋业 为入室弟子 并清闻 连宫大事 讲解 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静 平等绝经 且详作笔记 与禅敬两宗 深得法要 于六十年代初 曾传 大经悬艺提纲一册 成连宫建合 深蒙应可 并主其弘扬此经 且可直输几件 随意发挥 此前 于一九五三年 在天津大学任教时 京城修法读经 忽一日 触击成绩 成连宫建栏 肯定其真物 称为唯一新许弟子 后成王上师评鉴 亦确认为开悟无疑 文革浩杰 念功亦未能念 而修持却愈加勇猛精进 所获真实利益 不可胜计 正如连宫玄计 为艰难困苦 备偿之谊 方可成就 此后 念功 为报佛恩 施恩 发愿筑解大经 自一九七九年 闭门谢客 便揽诸经论 苦心参言 构思酝酿 于一九八一年 完成出稿 念功 虽年迈多病 但悲心深切 为使大经节 更真完善 依然实质不渝 历史六载 稿经三议 终于一九八四年 俊稿复印 现今海内外 广泛流通 已于数百万部 念功在著述同时 在中国佛学院 居士林 广化寺 多次弘法 或开设 镜中讲座 其著作 除大经节外 上有 净土资粮 古想集 华言念佛 三昧论讲记 新生路 即未完成之 大圣无量寿经 白化解 半部 原计划撰写的上有 静修节药 报恩谈 禅静觅 三法一味论 与随笔等 喜众生福博 君未能实现 念功身患多种疾病 本应多家修养调护 但因弘法新切 于生命而不顾 为加紧完成诸多住宿 经常废寝忘食 同时 同时 还慈悲接引 随机设教 中阴 劳累过渡 于1992年 3月27日凌晨 世级往生 中年 七十九岁 下法圣居室 祖籍山东省运城县 1934年5月 出生于佛教世家 幼姑 姨母跟随祖父夏连居 经常随喜各种奖经 佛祈法会 1938年 受安亲活佛灌顶 定成殊胜加持 1941年 于北京吉乐安 庙传老和尚坐下 受三规五戒 1947年 由其祖父联工主持 李显然法师 为教导师 1948年 随喜贡嘎上师 开顶大法会 1979年 北京居士林 恢复佛市活动 是参加居士林 1984年 任北京居士林副林长 2000年 任北京居士林林长 1992年 黄老往生后 任静宗学会会长 1981年 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 任理事会理事 1999年 任副会长 2002年 任中国佛教协会 常务理事 起自入佛门 即以净土念佛 为终身刻业 数十年修学过程当中 实有感悟 并先后得到 联工 兴然法师 黄念老的应可 八十年代 曾与黄念老法席 聆听法药 郭德药领 成念功首肯 为真门法者 对其 以念佛药领 精勤修持 自得其力 给予肯定 主其 秉持和弘扬 敬宗学会宗旨 及学修准则 负责联系同修 研习静宗义礼 进行修持 六十岁以后 受各方因缘督请 始于北京广化寺 通教寺 北京居士林等处 与四众同修 交流探讨 其修学 净土法门之心得体会 近二十年来 除宗教活动外 又主持将联工黄老 生前住宿 搜集整理 重新排版 印刷结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创刊 静宗学会会刊 本院海 并将黄念老生前 十余种讲经说法 录音 全部复制流通 以满诸方同好 多年来求所之愿 1995年 北京广化寺医学法师 在联工故居 茂儿胡同 迎请联工设立 至广化寺 此后 每年农历二月 于北京广化寺 起见 纪念当代静宗大善之时 下联居黄念祖 回向法会 法会期间 出家在家信众 祈颂 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静 平等学经 并请下老谈修学 心得体会 为纪念黄念祖居室 往生二十周年 静宗学会 与北京广化寺 北京佛教居士林 和江西莲花寺 共同倡议 筹建 诺纳祖师 共搭上师 黄家祺上师 和黄念祖上师塔 静宗学会提供了 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静 平等绝经的早期版本 和黄老的注解 为塔装葬 捐赠贵重物品多箭 并组织落实了 箭塔筹备工作 近年来 学会先后为武台山的初家师傅 出资约十五万元修建茅棚 静宗学会 静宗学会定期举办内部学修讲座和共修念佛 近年来 静宗学会积极参与的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包括 由静宗学会 由静宗学会联练海内外爱国华侨及静宗同修 募集善款近三十万元 支持彩虹桥医疗救助网 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上 静宗学会与北京佛教居士林各出资十五万元成立了宏愿基金会 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多次向海内外各地的地震灾区 甘肃州区县的泥石流灾区 新疆雪灾 南方洪涝及云南甘旱等灾区捐赠善款 青海玉树地震后 静宗学会请青海塔尔寺为亡灵举行了超度法会 并供养佛钱灯善款 玉树地震后 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们 寄居在玉树县内加纳玛尼堆附近 土灯秋尊法师等 发心为他们搭建临时收容所和永久性孤老福利院 静宗学会文训后 即刻捐赠善款给予支持 学会先后向资金困难的西藏昌都查雅县达日村小学 北京收留流浪孤残和特困儿童的光爱学校 安徽特殊教育中专学校盲人班等 捐赠助学金及学习文具 静宗学会于2011、2012和2015年 先后三次向印度居施那家的孤儿学校捐赠善款 对媒体报道的独自照料生病长辈的四岁女孩孙月和十岁男孩朱鸿磊 患病的最美乡村医生李前锋 在经打工被烧伤的云南青年 封志文等等 学会了解后即给予寄去或送上善款 多次向四川梁州、广西、西藏昌都等地的贫困地区及小学捐赠衣物 迄今为止 静宗学会坚持长期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募捐活动 虽然能力有限 但一直作为佛教团体 代表广大信众奉献着我们的爱心 多年来 静宗学会在海内外红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先后不断有同修来静宗学会参访 拜见夏老秦法 其中有 美国华盛顿州、密歇根州、拉斯维加斯州、匈牙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 以及大陆各地和台湾的静宗同修及专家学者等 2009年 在静宗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为贤长老、传印法师、高数人会长、李牧原林长、医学法师 及前田会学教授 分别为学会发来提词或贺信 2012年3月 中国佛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决登法师等七位法师 并邀来静宗学会新旨、参访并举行洒敬仪式 2015年10月 2015年10月 静宗学会离请真体法师 为新发新的同修 举行三归一 Dhamman saranam garcchami 二零一五年金秋 静宗学会为纪念联工往生五十周年 组织了印度朝圣专团 由静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成员居士 带领同修和义工从北京出发 开始了为期九天的朝圣之旅 亲身感受伟大佛陀在恒河流域弘法的足迹 每到一处圣地 大家共同念佛祈祷回向法愿 与打坐中体验远离城市喧嚣的清静 洗涤心灵启发菩提 perdre Look vergessen 化菩提 状 disaster 这 Sandham Saranam Garchami But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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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nam Garcha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mmam Saradhan Gatc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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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将我们朝圣的功德回向给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友情众生 愿大家福慧双修回归圣地 一切友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